这一讲我们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局部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么这个局部变量它的一个用法 以及它的一个复制方法 还有它的一个变量的一个作用域 是我们这一讲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命令提示行里面来 那么我们这一个变量定义呢 同样的是会创建在我们存储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首先会先使用一个数据库 还是我们的compromise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那我们先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创建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先改变一下它的一个 分割幅 改变之后我们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呢 我们可以 有我们这一个就叫 MailTest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里面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括号 那么在这个括号里面我们还是不加任何参数 我们加上begin 我们先看 这里面我们来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所谓的局部变量 它是在一定的一个范围内 比如我们现在在存储过程里面去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它的一个范围就是在我们这个存储过程里面是有效的 那么离开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那么这个局部变量它就没有效果了 比如说它的一个变量它就是没有值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定义我们的一个局部变量 它的一个语法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语法首先要利用一个关键字叫declare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名 变量名后面就是跟上我们的一个数据类型 后面这两个呢是一个可选项 如果你想给这一个变量给它一个初始值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deepboard的后面给它加上一个初始值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给它一个初始值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它这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的话你可以随便写一个比如说V 你就定义一个A这样的变量 那么它的变量类型 你给它一个VX 我们给它个二个长度 紧接着如果你想给它一个默认值 那么我给它一个默认值ABC 这里面只是我们定义的变量 定义变量之后 那我们现在输出这个变量 selectA select就是我们输出或者说是称之为显示 然后我们end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dollar 分号 这里面就我们已经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 在这个存储过程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调一下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在调这个存储过程之前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分隔符给它变成我们的分号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分隔符变成了一个分号 紧接着我们就调一下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调存储过程 现在我们看我们前面这个A 这个值它就表示是一个变量 A这个值就表示一个变量 那么它输出的就是ABC 也就是说这个变量它的一个值就是ABC 这是我们第一种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然后再给它一个负责 咱们再看 第二种 我们再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在创建存储过程之前 我们都要加上这样一句话 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我们也不给它加一个变量 这次我们在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给它负责 不给它一个默认词 我们就直接定义它 我们这次定义了 我们就定义成一个整数 那我们这里呢是A 比如我们定乎A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它是一个印的类型 然后我们给这个印的类型呢 我们让它变成一个有一个值 setA等于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等于一时 然后我们再给它输出出来 输出一个变量 那么就是select end 然后我们结束 这里面我们又创建了第二个存储过程 在我们第二个存储过程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定义了一个变量 并且我们是通过set这样的一个方法 to set这种方式去给它一个负值 负完值之后我们再给它输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结束符号改成我们分号 然后再调下这个存储过程 现在我们这个interA这个变量它就是一时 这是第二种复制方式 我们刚才了解这个变量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关于我们存储过程在创建的时候 它的一个参数的一个用法 我们重新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命令行当中 首先选择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同样去给它把这个分格符给加上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创建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在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要注意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叫vtest3 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是我们之前是没有加参数件的 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参数进来 我们加这个参数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几种参数 第一种呢我们来看一个叫in 叫输入参数 这一个输入参数 表示该参数的这个值 必须在调用存储过程之前指定 在存储过程中修改的这个值不能被返回 前面一句话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去定一个参数 那我们定这个参数 如果你对这个参数 它是一个in类型的这个参数 叫输入参数的话 那么你在参数前面加上一个in 加上之后 那么你接下来你就要写上这个参数 它的一个类型是什么类型 如果我们这里面我们是一个 我们把这个参数比如叫pint 然后它是一个int类型 这里面就相当于是我们 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形式上的这个参数 那么我们做一个测试 这个测试呢 我们就直接 首先我们输出这一个select pint的一个值 我们先把这个值输出出来 输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值给它改变一下 比如改改变成等于让它自加1 我们把这个值让它自加1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次 pint 然后按着一下 然后就是一个 这里面我们已经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之后 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分割符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调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再调这个存储过程之前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要去调这个存储过程 这里面有一个输入参数 那么这个输入参数的话 我们首先应该给这个输入参数 给它一个初始值 这个初值它的一个指定的话 它是通过set 那么我们给它指定参数之前呢 我们将它一个at 它我们给它一个等于3 我们现在给它这样一个处值给它一个3 给它之后我们再调一下 我们调这个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的名字叫v taste3 然后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是atpint 然后用一下 然后这里面 最开始我们这个值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之前是pint 等于3 是给这里面这个处值 然后我们自加1之后 这里面 也说这个变量pint 现在已经变成了4了 但是这个变量 就是我们之前在这里面 我们定的这个值 它的一个值是否改变了 我们来给它输出 输出出来 然后就是atpint 还是结果是等于3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一个pint 这个变量 虽然说它是被存储过程掉了 但是这个存储过程 在调用结束之后 它并没有改变 我们这个参数的这个值 就这样的一个含义 这个就是一个输入参数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案例 我们来讲的这样的一个输参数 实际上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我们可以再去理解它 那么这一个比输入参数 那么这一个是之前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变量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变量a 变量a 那么也就是我们 这叫pint 变量pint 那么给它一个触始值 这里面给它一个触始值 给它一个触始值 那么这个触始值我们是给它pint 是等于三的这样的一个触始值 给它等于这样的一个三的这样的触始值之后 那么现在这一个变量呢 它是传入到我们存储过程的里面去 那么传入存储过程这里面传入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不是它本身传入了 我们可以正确认为 它在这里面给它copy了一个值 拷贝了一份 拷贝了一份值 拷贝给这个存储过程 那么给存储过程调用 存储过程调用的时候 这一个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克隆 克隆这样的一个变量给它 克隆这个变量给它的话 那么存储过程里面 它之前 它这里面修改了 就是通过存储过程 我们在这里面修改 这里面我们就是通过存储过程 修改了这个copy这个值 修改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看 我们这条线 它之前的是 之前的是 给它附了一个pint等于3 这样的一个变量 复完值之后 那么这一个它是copy的给 这一个存储过程调用 copy给这个存储过程调用 那么存储过程修改这个copy值 存储过程修改这个copy值之后 和原来这个pint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你这个存储过程 你即便给这一个变量 给它重新复了一个值 它是不影响我们原来 最开始初始化的 这一个pint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值的 所以这里面呢 它相当于是两条线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数参数 数参数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变量 你给它一个初始值 但是调改存储过程用的时候呢 它只要是copy了一份值 给存储过程调用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修改的 就是这个copy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我们的一个pint 我们最终输出这个pint 它还是等于3的 是因为你输出这个结果是等于3 是输出这个结果 它是把这个结果输出来的 这里面我们就首先介绍的是 这样的一个输入参数 那么输入参数和我们的输入参数呢 我们就在下一讲当中 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总结一下我们这里讲的一个内容 我们在讲呢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当中 如何去定一个变量 我们在定变量的时候 怎么给这个变量负一个初始值 它的一个语义法我们要掌握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set这种方式 通过set的方式去给这个变量负值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种参数 我们在这讲当中 我们讲的主要就是一个in参数 就是一个输入参数 那么这个输入参数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参数啊 它必须在调用存储过程之前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创建好之后 那我们在调用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给这一个初始的一个参数 也说给这个输入参数 给它一个初始值 给它一个初始之后 那么这个初始值啊 它实际上被这个存储过程调用的时候呢 它是相当于是自身拷贝了一份 给这个存储过程调用 它对原有的这一个变量这个值 是没有做任何修改的 所以这里面 存储过程修改的值呢 不能被返回 实际上就是 这个存储过程 它修改了这个变量的值呢 它是不影响原有这个变量的值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相当于是在 这个atpint 那么这个呢 虽然被图属过程调用了 但是这个atpint 这个值呢 它是没有被改变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项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为了